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今天继续看一户建 今天要看的这个一户建的位置非常的不错 位于横滨市高田车站的旁边 步行到高田站只需要两分钟 这个步行距离是非常加分的 房子也是新盖的 建成于去年的9月份 面积为55.39平米的土地上 盖出了三层的房子 第一层的使用面积35.85平米 第二层33.12平米 第三层也是33.12平米 公积使用面积为102.39平米 其中包含着12.33平米的车库 该房屋共有四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和两个阳台 一个车库 售价为528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315万 步行两分钟的路程里 除了车站还有超市 医院和药局 六分钟的步行路程里 还有一所小学和一家大型的超市 交通和生活确实是很便利的 那下面呢 就让我们的经济小哥蓬蓬 带着大家去看看这个新盖城的一户建 这个白色的建筑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在售一户建了 门口的油箱也是白色的 另外一侧的空间是家庭车库 地上有配好的水龙头 可以用来洗车 打开门 我们去室内看一下 进门的右手边 这一侧已经打成了鞋柜 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不放过每一寸空间 都要储握 是日式建筑的典型特点 哇 这个长走廊非常的经典 看多了日本房屋 就会慢慢习惯的 左手边是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卧室 可以给老人使用 因为在一楼 所以窗户加了防盗装置 屋子墙内内嵌一块宠物空间 卧室对面是卫生间 最里侧是盥洗室和浴室 洗手台呢有点小 而浴室的大小还可以 再去二楼看看 二楼一上来就是个卫生间 里侧的靠墙的一面 隔出了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厨房的操作台面 非常的干净大方 该有的洗碗机 烤箱 卡斯路设备也都配好了 刚才肯定有人有疑问了 洗衣机的空间 怎么不在关系室呢 原来它被放到了这里 只有拉开柜子才能看得到 这个部分就是客餐厅了 客餐厅的外部连接着二层的阳台 楼梯的旁边也因地质疑 打出了储物空间 这个屋子也是有地暖的 住进来就可以使用了 三层一般是卧室为主 我们今天看的一户建 也不例外 由于交流点不同屏 攀设闪烁的原因 小哥呢 只好关上灯拍摄 先看小卧室 小卧室两面采光 因地质疑做出了四扇门的小储物间 中间的这个房子因为是大切面 采光也有限 可以作为儿童房或者储物间 会更好一些 最里面的卧室 比较适合主人生活 因为一户建的修建 需要遵循严格的标准 所以有的时候 只能在顶部建造成斜角的方式 以免影响邻居的采光 同样也是四扇门的储物柜 这个就是三楼的阳台了 和二楼阳台方向一致 但视野会更开阔一些 好 那今天的横滨高田车站 旁边的一户建 我们就看完了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走过路过 别忘了三连一波哦